《理財分判中》 《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修榮 一對年長的夫婦 有一個自住的物業 還有十幾萬的房屋貸款 由於他收入不高 貸款的利息 對他們是沒有扣稅的好處 他們的兒子收入比較高 也經常幫父母供款 兒子是否可以把利息 放在自己的報稅表上扣稅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即使那些公款由兒子負責 但是稅例上規定 假如要用房屋的貸款利息扣稅 必須符合幾個條件 包括他必須是業主之一 而那個貸款必須是 以那間屋來做抵押 當然納稅人也是必須 用續項扣稅 itemize deduction的方式 來扣稅 這對夫婦的房屋貸款 雖然是由兒子代工 但是由於兒子不是業主之一 所以他不能夠把利息扣稅 他代父母所給出的公款 只是當為給父母的禮物 完全是沒有扣稅的作用 要讓兒子可以用那些貸款利息扣稅 是要兒子成為產權擁有人之一 加上兒子的名字 到屋系上的手續是很簡單的 不過有禮物稅的問題 是需要遞交709號報稅表的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